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过硬的文字功底 再加上精益求精的精神 金庸成了武侠小说界武林至尊般的人物 他的故事在那个娱乐方式匮乏的年代 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聊的下午 而金庸故事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在于结局的设定 通常情况下 武侠故事中的主角总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而金庸的故事却不尽是如此 比如本文要提到的两位主角 结局就可能比较凄凉 而他们都是被同一门邪功所害 一 武功有正邪之分 一门武功有好坏之分吗 你可能会拿射雕三部曲中的九阴真经举例 书中的绝大多数顶尖高手都曾染指过其中的武功 但好人用了就是好的武功 坏人用了就是坏的武功 最直观的莫过于黄山女子和周芷若 二人同样使用九阴白骨爪 却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姿态 书中是这么说的 黄山女子一双空手 周芷若右手边左手刀 却物字落于下风 黄山女子的武功似乎与周芷若乃是一路 飘忽灵动变幻无方 但举手台族之间却正而不邪 如说周芷若形似鬼魅 黄山女子便是太拟神仙 从这里来看 武功的确是没有好坏之分 不过你细癖 九阴白骨爪是可以根据使用者来区别好坏的 但有的武功却不是如此 只需看看他的修炼方式 或者使用方式 你就会明白他就是邪功 比如丁春秋的腐尸毒 即便是正派用来 如此残忍的武功 又谈什么正义呢 他无疑是邪功 还有的武功从修炼的角度来看 也能看出是邪功 比如笑傲江湖中提及的辟邪剑谱 与葵花宝典中的武功 那两本秘籍一脉同宗 他们讲究欲炼神功 引刀自攻 习武还需要自残 这是何等荒谬的设定 哪个正派前辈会创出这种武功呢 而在常规的认知当中 主角是不可能修炼邪功的 但金庸却让这样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而段玉和虚竹就是笔者所指的那两位主角 二 虚竹与段玉的结局 先说段玉和虚竹的结局 在多数人看来 天龙八部的三位主角中 唯有萧锋是确定死了 后来段玉和虚竹的结局 似乎还不错 至少他们都算是报得美人归了 但那也只是明面上的结局 因为根据后续的剧情来看 他们二人的结局都不太理想 先看书中看到的 新修版中 段玉的结局被明确地写了出来 他虽然没能与王羽烟走到一起 但好歹还有穆婉青 钟灵 小雷等角色的家人相伴 又当了大理皇帝 也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若你是段玉 已经有如此多的家人相伴 又享尽荣华富贵 还有什么理由出家呢 当然 你可以说 大理段室有皇帝避位的习俗 但那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分析 要知道金庸笔下的段玉 可是个贪恋美色之人 他哪有出家的觉悟呢 很明显 段玉有一段凄苦的经历 没被写出来 至于虚竹 金庸就写得更加隐晦了 他甚至没有直接将虚竹的结局写出来 作为一位主角 虚竹在宋辽大战之后 就彻底脱离了读者的视野 不过新修版中也提到过 他后来代替萧锋 收了一位丐帮少年为徒 将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传承了下去 后来的新修版射雕英雄传 也提到了虚竹传承丐帮神功的设定 由此可见虚竹是客观存在于射雕群雄心中的 既然如此 那虚竹去哪儿了呢 不仅是虚竹和孟姑而已 就连整个灵鹫宫的势力都销声匿迹了 书中也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虚竹既然有心帮助萧锋传承丐帮的武功 为何没完成灵鹫宫本门的武功传承呢 结合段玉和虚竹的结局来看 他们或许都是因为同一门武功 而落得顽景凄凉的结局 逼者所指即是北明神功 三 让人悔恨终生的邪功 北明神功虽然有神功之名 却是实实在在的邪功 撤门武功的功能 就是将敌人的内力挪为己用 书中是这么说的 世人练功皆自云门而至少商 我逍遥派则反其道而行之 自少商而至云门 拇指与人相接 笔之内力即入我身 处于云门等诸学 然敌之内力若胜于我 则海水倒灌而入江河 凶险莫慎 慎之慎之 段玉初学此功时 就觉得这是一门盗去他人内功的武功 是邪功 只是不想侮辱神仙姐姐 他才自己长嘴 否认了这种说法 这无异于是自欺欺人 反倒坐实了这武功 就是邪功 北明神功的确就是成就了 段玉和虚竹 若无此神功 他们都成不了决顶高手 但金庸也将这神功的缺陷 展现得十分的直观 比如膝下枯井之中 段玉在慌乱之中 吸走了邪魔智的内力 算是以下克上 看起来这神功的确好用 但问题是当时十分混乱 王宇燕的内力也被段玉吸走了 援助道 邪魔智一心盼望 他能拉开自己的手掌 不料王宇燕猛然间打了个寒战 灯绝内力不住的外泄 原来段玉的北明神功 不分敌我 难做选择 连王宇燕一些浅浅的内力 也都吸了过去 很明显 北明神功是一门难以驾驭的武功 极其不稳定 而段玉直接修炼了北明神功 全身上下的穴道 都能吸走他人的内力 虚竹虽没有直接修炼此功 却也有乌鸦子传授的北明真气 二者有同样的功能 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后来的人生 不会太幸福 可想而知 在后来的日子里 段玉和虚竹 总不免因这武功而误伤他人 甚至是害死他人 他们的内心必然是十分痛苦的 于是万念俱灰之下 段玉选择出家 至于虚竹 他极有可能遣散了灵鹫宫的一众人马 再与孟姑道别 之后便云游四海 潜心修佛去了 这也符合他一心向佛的人设 金庸或许是借段玉和虚竹 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 北明神功 就好比我们人生中会面临的各种捷径 他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一时的收益 但却难免疑惑无穷 却难免疑呢